警銷人員小心翼翼 攀扶老夫人下車 受傷包著紗布的他表情痛苦 因為剛剛經歷一場撞山驚魂祭 不斷安撫情緒 要他別緊張 在台上擔架緊急送醫 但受傷乘客不只他一人 警銷得持續搶救 搶救過程一度相當混亂 只見傷者不斷增加 每個人神情驚恐 因為真的都嚇壞了 怎麼也沒想到開心出遊 竟然會發生撞山意外 客運致撞山壁意外 發生在7月30號下午接近4點左右 台中市和平區的大雪山神林遊樂區 200號領導42.5公里處 當時一輛客運載著22名乘客 準備下山回台中 沒想到疑似打滑突然致撞山壁 接著對向小客車 又撞上車尾造成車上九人 手腳輕微差錯傷 緊急送醫急救 開發四行駛三區彎道 漁會車時 一陰下雨入滑 視線不佳 不慎致撞山壁 客運打滑致撞山壁 右前方擋風玻璃泉碎 保險桿凹險變形 所幸乘客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不過究竟是機械故障 還是人為疏失 警方還是會追究客運公司的 造勢責任 進行網路中 賴文中 陳志豐 採訪報導 謝謝uste 撞山壁 阿滴 阿滴 在這部 河